是的 沒錯 來 這是周刊王 不曉得他一語成稱 周刊王說 他是被分手 但是昨天李婉宇打電話來的時候 說他並沒有分手 感情是ing 那我明明就說 這是一個過去完成式 但是他說沒有 這是現在進行式 但是昨天晚上已經真的被 我們劉建國先生 劉建國委員 這個基於他未來的政治發展 或其他不明因素 還是他說出實在的話 他決定真的是用ED 就是過去式來做形容 其實我們要說一句 我要問觀眾朋友一個問題 今天你要去按摩 你要去按摩 晚上要去按摩 晚上 特別是晚上在按摩 你要晚上去按摩的時候 你會選擇哪個人跟你按摩 一般我們在這商業的時候 一定是German 對不對 比如說就扣一下人菌 然後扣一下這個友誌 他們醉醺醺的時候 一起去按個摩 一般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今天你挑的是一個女生 那請問一下 這個女生你會挑誰 跟你一起去按摩 當然我一定不會挑這個 許勝美 更不會挑球迷運 我一定挑誰 挑我太太 這是正常的事情 如果挑了我太太以外的話 就叽叽掉了 對 就死掉了 不是那個叽叽 是那個叽叽 就是game over的意思 就是game over 故事結束的意思 但是你知道嗎 曾經被拍到劉建國 當時按照說法 還在跟李婉玉交往 按李婉玉放在台交往的時候 他半夜去按摩的對象 竟然是陳穎欸 立委 好了 所以到底這故事怎麼引下去呢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晚上半夜最精彩的一個臉書 叫做李婉玉哭哭 閉著眼睛 睫毛帶淚 臉頰上也掛著淚珠 李婉玉哭哭了 照片附上標題 寫下他 白口莫辯 好痛 但同一時間 李婉玉的粉絲專頁封面照片 換上一幅油畫 注意到了嗎 左下角署名 碩文 時間點就在劉建國前一天發聲明說 這段感情已經畫下據點後 換上張碩文的油畫代表什麼 連當事人都一頭霧水 可能真的需要靜一靜 原本通知記者早上十點半到北檢 提告妨案名譽 李婉玉卻突然改變時間 讓在場媒體卻不通 所以本來剛開始 大家其實都是祝福的 什麼神雕俠侶 什麼狼才女 最後我覺得搞成最後感覺 那種喜事快要變喪事 事情是越來越複雜 一邊是收到花籃加油打氣 一邊是放哭哭照 讓網友拍拍 但明明要提告以正視聽 卻自己把張碩文牽扯進來 李婉玉的感情世界 還真是撲朔迷離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好 那個晃點那兩次的晃字 我倒是蠻在乎的 這時候我們改成政治節目 社會節目的時候 那個晃字就沒有出現 真的有點遺憾 但有點冷 對不起 有點冷 好 整個故事在發生 到這個情況 其實是蠻出乎意料之外 真的是劇情是劇本 都是神人在寫的 那我也不知道 當然這後來李婉玉 有說那個就是我們說的 那個美麗的畫圖 是他物質的 物質也很困難 物質 不過大家還是好奇 這孤孤的情節 到底是怎麼回事 明宇 其實今天早上 這個劉李戀 雖然說在昨天已經畫下了句點 是按照劉建國的說法 但是你知道 今天早上在民進 在立法院 還是成為大家的焦點 可是我們要找所有的民進黨 你今天又去有立法院 我每天都在立法院 你每天在立法院 然後今天去立法院 沒有談美豬 也沒有談什麼退府會 要不要這個撤掉 然後也沒有談這個小英 這個之類的事情 他只談一件事 就是劉建國的愛情觀 你知道 譬如說我們碰到立委 我們就說談一下那個建國 然後他就說 不要摸啊不要摸啊 不要摸啊 不要摸啊這樣子 就說立委 你都桃枝夭夭 你又沒有高志鵬 你又要去找高志鵬 高志鵬都要下午才會來 他早上都 早上喝酒嗎 他問證都比較晚 那就是大家看到這個 我們問他們的問題 都很嚴感 我知道了 高志鵬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要跑去狂唱KTV八個小時 而且還有現場直播 看起來高志鵬蠻嗨的 是這樣嗎 對不起 不過一個人嗨而已 但是啦 因為明天才是焦點 因為明天林權 又要再來立法院 所以相信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會假期動員 那我們昨天不是有說了嗎 假期動員一次不到 是要罰五萬 所以我們呼籲 因為那個劉建國委員 昨天 禮拜二已經沒來 被罰五萬了 那如果明天再不來的話 就十萬塊了 十萬塊 就十萬塊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這個建國兄 都可以明天現身 民進黨 基本上還是有情有義的啦 那知道劉建國陷入這種 這種匪文 不是匪文 這種愛情的故事 我想這個民進黨 應該還是會有那種寬大的心胸 我們奉勸民進黨有寬大的心胸 就是劉建國這段時間 可以消失幾天 沒有關係 不要這樣折磨人家 你看隨便找一個立法委員 說談一下劉建國 這個不會趕快 不會趕快 不會趕快 所以對不對 一樣的意思嘛 對不對 是啊 不過劉建國他你 他總算已經這個發表正式的聲明了 對 不要再透過臉書了 你就是發表正式聲明就對了 這劉建國聲明的全文 前面當然就是講說 這個感情是他的私領域 引起社會的關注 所以就是跟 就是造成大家的這個困擾 所以就非常的這個抱歉跟不安 那第二段才是重點 重點是說呢 他強調他跟李婉玉小姐確實曾經交往過 然後也和一般的男女朋友 曾經有過甜蜜的回憶 然後他也稱讚李婉玉 個性直率可愛 但雙方偶有爭執 為了留給彼此空間 重點在這句 這段感情已經畫下了據點 對於感情方面處理不夠周延 他也將深自檢討 然後呢 我覺得這句話 真的那個劉建國 真的給那個李婉玉面子 因為以這個以示叫做過去完成式 對 他可能是上禮拜五過去完成 也可能是二零一四就過去完成 所以他這個以字 我其實很好奇 就是劉建國先生委員主委 你將來也是要當這個雲林縣長 話就要把他講清楚 到底這個以字 這個以字 我們知道在英文裡面這個以字 以字是過去完成式 是Paul 因為這個李婉玉說 這個圖是上禮拜才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要確認 如果這是上禮拜才發生的事情 那你這個以完成的話 就是你剛剛跟人家親密完 然後就把人家拋棄掉 這樣不太好 如果你的是二零一四年結束 我們覺得那這個 這個相片的事情 就可以研究 到底是上禮拜 還是二零一四年事情 所以這個以字 我覺得不夠男子氣概 像劉建國這麼有男子氣概的男人 他就應該把這個以字是時間點 麻煩你一定要秀出來 這是我衷心的期待 來繼續 我真的覺得你很適合主持說文解字的節目 登登登登登 不 講到說文解字 我比起那個 比起看人劇 我們是差距很大的 好 繼續 但是不管你的文法是怎麼解說 但是就是那個劉建國人 大家已經說了 這段感情已經畫下了句點 南方已經說的斬釘截鐵了 然後最後他當然還是有講一些 比較軟性的話 譬如說什麼感情沒有什麼絕對的是非對錯 大家都是成年的公眾人物了 希望李小姐能夠明瞭 兩人的交往過程 有酸甜苦辣 所有點滴都將成為回憶 李小姐對他的好 他也會銘記在心 然後祝福他找到屬於的幸福快樂 然後最後當然還是回到他公領域的部分 因為事實上我們真的要強調 劉建國是一個蠻認真的立委 問真的立委 他在立法院也蠻常開記者會 而且講的確實是都蠻有料的 這我們真的是要給他肯定 所以他就覺得說 未來他回到立法院的話 有更多的事情 不論是政治 外交 治安 食安 對 食安 美豬議題明天又要上演了 所以跟環保相關的議題 都值得媒體關心 說的就是你啦 大家應該要一起努力為臺灣更好 然後最後他講了 對於私領域的事情 他以後不會再多加回應了 希望大家能夠見諒 這就是劉建國 來來來 我來回應一下 你看他有單挑我嘛 對不對 他有單挑我嘛 他叫我多注意一下這個 就是說這個要不要值得跟人家關係 我就不知道他在外交上面 有什麼樣的功勞 他在治安上面有什麼功勞 食安部分有什麼功勞 PM2.5現在雲林還是最嚴重的 那環保相關的議題 其實我這麼說 要講 要講清楚 你治安做了什麼事情 你食安做什麼 所以不要隨便講媒體說什麼事情 是你要自己跟李婉玉說清楚 講明白 不是這樣嗎 好 更勁爆的消息 就要問一下有志 這到底是怎麼樣哭哭呢 好 那這個故事 還會不會繼續下去呢 就我們瞭解的母羊座 恐怕不會那麼簡單 結束這樣的事情吧 好 等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這哭哭完之後 還沒有新的劇情在產生 不過我還是希望我們建國委員 麻煩你那個時間點 還是要講清楚 我們學金融業的 最在乎的就是時間點 我們先進個廣告